各位海南外的观众朋友 今天三大议题为你邀请到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包括了桃园市议员于北辰来进行对话 哪三大议题呢 第一大议题就是说现在在滚动当中 从昨天我们跟桑普惊喜的对话 在台湾出现 政论节目当中呢 有来自于中国的新华社记者在现场丁烧 哇哦 NCC决定要彻查 其实过去你知道中天被撤销执照一个非常关键性 内部的控管失控了 于是呢 这是中天被撤销执照非常关键性 那现在呢众说纷纭 到底是不是这家电视台 到底是不是这个政论节目呢 到底是在现场丁烧到什么样程度参与到他们节目呢 今天两位来跟我们好好谈 第二个议题当然谈就是罢免案了 很多人都说行政院在复议案 因为在立法院以62票比51票 那么宣布败北之后呢 事宜的司法途径 事宪的司法途径是在所难免 但是但是 更有人说战场在国会之外的群众 谁能凝聚最多的群众 谁就算是赢家 不过有人说更关键是在于 呃在基隆 基隆这一议的罢免案 罢免如果要让他遍地开花 形成另外一个制衡的力量 让这些毁线乱政立法院付出代价的话 罢免是在所难免 但是呢 在基隆市罢免进入第二个阶段非常关键性 我们来看看最新发展 以及今天又出现的 有关就是谢国良 三个案子列为被告同时 今天又出现了最新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对他究竟好还是不好呢 第三个就是汉光演习 参谋总长包括国防部长呢 还有顾立雄今天都立法院 都已经针对了汉光演习 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答复 包括了梅家树就参谋总长 稍后宇北辰帮我们做好好的分析 来邀请两位来宾来 川哥晚安 小金姐大家好 是来于将军 大家好 我们昨天看到了 以我们来讲 我昨天特别举一个例子 我过去在台视的时候呢 其实曾经中央电视台来接触过 接触过台视的高层 那个时候谈合作说 我们来办一个元旦之间的合作 就双方面后来告吹 关键是他指定 有些来宾不准参加 然后指定有些来宾 就是要让他参加 后来当然谈不成了 其实两岸之间这种合作都有 但是后来呢 其实当时台视高层呢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觉得台湾可能不方便 他借了一只手机给他 中央电视台 借了一只手机给他 然后他回去之后呢 这手机稍微看一下 知道叭叭叭叭 哦他联络了一些人 刚好都是国内呢 比较引起瞩目的新闻台 那我自己也觉得 长期观察一下 其实中共要渗透到台湾的媒体 文化事业 他从来没有松手过 而且这几年呢 感觉那个力道越来越绵密 而且呢越细腻的 甚至我都怀疑 在许多的新闻台里头 他们早下已经埋下了一些 嗯你说是 讲细胞好像还不至于 但是就是应该是有人 有人 那这个事情发展之后 NCC当然决定要去彻查 可是我觉得某一种程度 如果真的是有证据的话 检调你必须搜索 昨天桑普讲到一个观点 其实CCTV都有监视啊 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争议人士 不是电视台说了算 哦没有啊没有这个人 调出CCTV 可是所谓的证据 在现在感觉不是那么容易 更不用收拾查金流 可是就是你办还是不办的问题 来这个事情发展 川哥你先来 应该是说这个 我想说中国要介入 台湾的政论节目 我今天就开玩笑说 那中国不是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所以中国介入台湾的政论 不是刚好而已吗 因为他是祖国啊 祖国介入台湾的政论 按照中国逻辑就是对了嘛 那为什么今天国台办要出来否认 国台办一直说我们没有 那一直说你管不到台湾啊 就是说逻辑上是这样啊 那实务上呢你看哦 就是说一个节目做下来 小津姐也是很内行 就是说一开始 譬如说电视台就要做这个节目 那电视台做这个节目呢 盈亏是谁 就是说 没人看的节目 电视台就不会做嘛 那如果有人说 反正你就是做 我就是买你这个事段 我要讲什么是我家的事 也有这种合作模式 那第二就是政论节目 他直接买了这个制作单位嘛 就是从这个制作人开始 到主持人 这个一组的买了这个 那第三个就是来宾嘛 那来宾呢 来宾就是有一种就是说 那你就讲谁的好话 讲谁的坏话 那有一种是 他就被长期 长期思想改造到说 你不用跟他讲 他也知道要讲谁的好话 谁的坏话嘛 那最后这一种就是 我刚讲政论的这个 评论员讲了这些话 如果在职棒场上 这种叫打假球 就是说你上场之前 已经有人跟你讲说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一题 你的方向会是什么 那你上来讲 你就是打假球 那比如像我是这个政党的 这个政策会执行长 那我讲的就是 这是政党 政党的这个思考理念 那如果我的政党 比如说我的这个 我们的党部跟我说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我要怎么讲 那党跟我讲说要这样讲 那都是合情合理的 那如果你不是 譬如说将军 将军现在没有任何的政党 可是将军讲话是 有人每天就跟他讲说 来今天你去上小军姐节目 今天要讲三题 我跟你讲第一题 你要怎么讲 第二题你要怎么讲 那将军有几种可能 一种就是说 因为他有把柄在人家手里 所以他不得不讲 这有一种可能 那第二种就是 他每次讲了 有人在监看 每次讲的时候 将军你表现不错 来加500加1 例如讲 开玩笑 那第三种就是 将军自己已经觉得 就是他已经思想被改造说 他坐上这个位置 他就知道 他要讲什么 那这种每一个 其实都有案例 这个中国的这个电视台 到台湾的电视台的摄影棚 租那个摄影棚 做他们自己的节目 这以前就有案例 就是电视台 因为他后面那个框都长一样 就是后面那个几台大电视 就是连旁边的那个装潢 那个木板都长一样 那你当然可以说 这中国的电视台去租了那一个场地 那问题就来了 那你租那个场地 那个电视台为什么要租给你 那你在里头的来宾 还有另外一种 最后一种就是 以前是中国的电视台 跟台湾的来宾连线 连线 然后呢那个画面 明明就是中央 中国的什么电视台 什么凤凰卫视 什么什么卫视 那就连线 那连线他就代表台湾的代表 比如说台湾的什么评论员 那他这个画面就传到中国嘛 因为他就在中国做了 那他就剪这个短片啊 他们叫短影音啊 或者剪成这个抖音 就是说台湾现在的政局 台湾的政界事件是这样讲的 那那些影片基本上 大概都不会有 我跟将军跟小军姐 不会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这种其实在台湾 我们长期看这些政论节目 一看就知道是哪些节目 或者是哪些人的立场 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那所以媒体把它爆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大家也算是提高警觉 就是说大家在思想上 或者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要分清楚 这些大家在做评论的时候 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依据 或者是非常的恶意 就这次报的节目 大概我大概 我们知道大概是哪些节目 那他有几个特色 一个就是骂美国 骂民进党 说中国很好 大概就是这件事情 骂民进党是很多电视台都会有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强化去骂美国 譬如说连黄仁勋来台湾都可以骂 这种节目连黄仁勋都可以骂 然后呢就骂美国 然后说中国很好 大概就是这一些特色 我想观众自己看 看这些政论节目 大概都知道是哪些节目 哪些台哪些节目 大概都往那个方向走 我觉得中国对台的战略 他认为武统对他来讲 付出代价跟风险极高的状况底下 他现在用非常细腻的方式 细腻的方式 试图要营造 台湾人跟中国人 事实上是和乐融融的 很多的你刚刚讲到就是中国的崛起 崩坏中的美国 以及台湾沦为棋子 这个论调里头在座谈会 在节目 甚至在民间就不断的一个扩散 那么这次自由时报这个独家新闻 它其实是一个接货人叫爆料 爆料就是说 这个政论节目呢 他们呢直接就在摄影棚进行定售 而且确认呢 他确认 确认这个节目要达到这个国台办的要求 所以呢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说 中国要介入深入台湾的媒体 其实手法一直都有 而且不断的翻新 过去许多的样貌 就是说他跟特定的媒体 设置这个微信群组去下指导棋 这个其实是还蛮 我觉得还蛮稀松平常的 那另外有一种当然就直接像台湾 你刚刚讲媒体去诛咒这个摄影棚 媒体去支援这个节目 或者是说我直接跟你进行合作 他进行合作呢 他常常有一种要貌就跟你说 没关系 其实你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彼此就互相沟通 其实沟通的过程里头 就慢慢慢慢在进行洗脑跟渗透 台湾其实一个很大的危机是 我们不了解 我们的老百姓不了解 什么是中国 什么是共产党 不知道中国的坏 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可经由这样的非常细腻的操作里头 说真的这极度会带风向 而且慢慢去洗脑台湾的民众 会觉得民进党执政 怎么处处在挑衅 处处在制造所谓的引战 那我不知道将军 你听到当自由时报这个独家新闻揭露 新华社在台的记者 直接就在摄影棚丁梢 其实我们讲丁梢的同时 他是参与整个节目的制作 所以刚开始制作人想说 所有的参与的人想说 这个是 因为他超中国口音嘛 我那一天还提到就是说 我有一个外媒的记者在台湾 他跟我说 国民党常常有邀约一些外国媒体聚餐嘛 他说这个聚餐他去的时候 他就发现在现场 有多名超中国音的人 然后从他们的外表跟背包里头 看出这不是中国的国安部人员嘛 所以现在是中国的公安国安 他们的统战部的人员 在台湾跟他走走 跑跑跑 死鬼来走 来将军您怎么看 中国要用解放军的方式武统台湾 或是做过这三期登陆等等 这花错代价太大 而且会造成全世界上严重的舆论抨击 或者是失职的参与 这很困难嘛 劳民伤财 而且按照现在中国的经济又不是那么好 但是如果他用买的 要买全台湾的两千多万人 他也买不起 因为很多人是不卖的 很多人是不卖的 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买 对于思想的入侵是可以买的 有一些媒体 他可能在台湾的收视率没有那么漂亮 没关系 别管收视率 我资助你 我资助你 你以前最辉煌的时候收视率 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全额 那你想想看对于这个媒体来讲 这是一记强心争 那这些媒体我是很讶异 怎么会有人盯哨 这点是我很讶异的 你说中国透过了红色的这个手腕 渗入我们的媒体 这我早就有所闻了 我大概是退伍两年左右 大概就是七年前 七年前 我就参与过这方面的录影 因为刚刚退伍嘛 不清楚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2017 2018的时候 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媒体 他是打着台湾正牌媒体的招牌 我举例来讲好了 在华市 那因为我们军方对于华市不排斥 因为以前我们举光日都在华市录嘛 我以前还没有退伍的时候 我都到举光日录过 都在华市录过举光日 所以我不排斥 所以他就抓着你这个对华市不排斥的这个 哎 那将军你退伍了 现在退伍一两年了 要不然来上上节目 我说在哪里 在华市 我一听到华市 我不排斥 在华市摄影棚 军人嘛 军人台嘛 我们举光日都在那边拍的嘛 首期都是国防部首属的 对对 所以我一听到华市我播 我说没问题在哪 在这个华市的酒楼 我说酒楼 我以前都在地下一楼录影嘛 为什么到酒楼 我说没关系 反正也都在华市嘛 那我就去 去那边报到 一看华市大楼没错啊 很熟悉啊 就上了酒楼 一到酒楼发现 logo不一样 logo不是华市的 是一个什么凤凰 凤凰 是一个凤凰 就是什么 卫视凤凰台一类的 就是我在台湾 没有看过这个频道 那我就有警戒 我说这是 他说没有 我们这个 不在台湾播出 不在台湾播出 我说那我录了影 我的朋友怎么看呢 我会把网路连结传给你 你叫朋友来看 那就是我讲 军人刚刚退伍 对于这种媒体的 这种防卫心很弱 那进了华市就觉得安全 那一开始 他给你很多限制 好将军 我跟你讲 我尽量拜托 不要讲中华民国 不要讲总统 不要讲国防部 然后你也不要讲 你是国军 我说那我要讲什么 他说讲总统讲领导人 讲这个中华民国讲台湾 然后呢 讲你就讲台军 我不行啊 我说不行啊 我说这 这违反我的 违反我的信仰 所以就是凤凰电视台 凤凰凤凰 我就去了 所以我说那如果 我说因为讲习惯 我改不了了嘛 你就要讲台军 我讲国军嘛 你就要讲总统的领导人 我还是讲总统 他没关系 你就讲 我会把你修掉 他就直接告诉我 我会把你修掉 那我已经去了 不可能拂袖而去 没水准嘛 录完以后 其实我也找不到这个频道 我完全找不到 我说你不是要把连结传给我吗 他也没传给我 那录了到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开始有戒心啊 我说不对啊 你这个是不是在中国播出的 他说中国对你的反应非常好 他中国觉得 这个年轻的将军 台湾的将军 讲出了这个两国是一家人 我说我讲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说对对对 他们可以接受 我就开始疑惑 对岸怎么会同意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后来辗转辗转 录了半个多小时的这个影音 他把压缩成10分钟左右 人家转转传给我说 你赞成统一啊 我讲我说 中国人的统一不能只是放在口号上 要自由民主人权 中国人都能过好日子 走在世界上有风 这才是叫做有实质意义的统一 我说自由民主谁不喜欢 我讲了很多 我发现自由民主人权不见了 三民主义不见了 只剩下说我觉得统一不是口号 统一要让中国人过好日子 我说天哪怎么会剪成这样 半个小时变成10分钟 那你说这种状况 就是让我们刚刚退伍的军人 在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情形下 去录了他的影 录了他的影 他就把你的影音做成若干的短片 分段在全中国散布 后来我发现不对 为什么 好像他透过这种 刚刚退伍的军人 在中国散布一种认知 叫做什么 台湾的军人不想跟中国打仗 台湾的军人都想跟中国统一 你看刚刚退伍的少将都如此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 不对了 我上当了 所以我开始上别的 退伍时间也长了 我开始上别的争论节目 我就开始严重的驳斥 我两岸不属一个国家 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马上把我之前录的那一段 拿出来贴说这家伙变色龙 他以前是战成统一的 就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被打败了 我这个所谓的 让全国的军人 要强化自己捍卫中华民国 捍卫台海安全的这种意志力 我如果被打趴了 我就说了 说了以后就剩下那一些 硬鹤中国媒体 所谓的统派的这些退伍军人 好像他们变主流 好像他们变主流 所以我就想不行 不能被打败 我要继续讲继续说 那对他们来讲就是盲刺在被啊 这个人怎么驯服不了啊 一般来讲大陆上亿人来黑你 你一定说嘛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影响你 你在中国的亲戚 你一定说 后来谁知道我这个 从石头里蹦出来 我在中国没有亲戚 我在中国就没有亲戚 亲戚在中国有没有做事业 完全没有 我跟中国的亲戚 我说句实话 连我爷爷教授民族都不知道 因为我父亲走得早 我根本不知道 我在大陆那边的家人 而且已经完全失恋 所以他们也找不到 找不到没辙怎么办 所以才会造成国台办 长期以来包含了中国的媒体 对我跟王毅川两个是铺天盖地的打 铺天盖地的打 他企图就是打掉我们这种 所谓台湾优先 你们是到底被裂上 已经是台面上 裁毒战犯 对 裂上 宇北辰 王毅川 是一波 每一波都是由你们 还跟小军讲一件很奇妙的事 照理说被裂上这种所谓的战犯 或者是惩戒名单以外 以上 在中国的媒体应该是完全消失 完全错误 继续截录我们在台湾 各个媒体里面的影音 然后把我们做成笑话 然后嘲笑我们 取笑我们丢到中国各大媒体 然后再从中国各大媒体 回流到台湾的统派 台湾的统派 在他们的影音社群里面 在广泛的传 就有一次我就讲 我说中国用的是北斗 北斗到了台湾来以后 暂时会遮蔽 你是用不到的 所以我说 如果就算你在淡水河 在这个屏东 你登陆以后 你没有卫星导航 你是找不到路的 哇不得了 他们说哎呀 这个笨蛋傻瓜少将啊 怎么会迷路呢 台湾就这么点大 你上来会迷路吗 然后这真是黄埔支持 国军支持 然后就丢到 在中国散布的时候 再丢回台湾 台湾这些亲共的家伙 还不乏有立法委员 就开始说你看 迷航将军 傻瓜将军 就开始散布啊 立法委员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都在散布 我就讲啊 今天把你的导航修掉 给你一张军用地图 这位立法委员 从淡水的坑子口 你到 你到总统府上看 你到不到的了 是 因为暂时所有的路标路牌 全部会消失 你怎么找路 我说你找不到 因为我演习过 我在台湾演习过 从台湾投到台湾 我演习过很多遍 我们演习前一个礼拜 一定要派我们的侦察兵 先出去 去做侦察 否则我后面跟着 不是我一个人 不是我一台车 走错路掉头就好 后面跟的是上百辆战车 如果这个路小车可以走 战车过不去 这条路就是不能走 那诸如此类的侦察 我们在本地台湾演习 我们都要做这种详细的侦察 中国解放军登陆上岸 即使他能上岸 在那种炮火的压制下 极为震撼的场面之下 他如何去找路 可是中国的这些认知作战 就把我做成傻瓜 做成说迷路是骗人的 然后丢给这些亲中的这些民意代表 立法委员还有媒体铺天盖地的 有台居然光是笑我这个迷路少将 可以笑三天 每天两小时 什么事都不讨论 不讨论国会 你要有心理准备 应该不是三天 也不是三个月 等应该是三年以上 把柏车抓到这个把柄 当然大力扩散 在抖音 然后从外销 然后行销到台 就是从中国内陆的这个影音 转到台湾内销 在台湾内销的亲中网站 铺天盖地的转开 所以我就讲嘛 这件事情就表示了一件事 我对他们的杀伤力极大 因为我让中国的人民知道 不是每个退伍军人都是舔共的 你知道这个案例 从中国的新法社铸台的记者 因为他们是合法申请的 两边都是这样子合法申请 在台湾有八九家来自于中国的官媒 那么在驻台的记者 所以有人建议就是说 要一并 一并把其他的中国的媒体驱逐出境 当然这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有没有必要 因为新华社这个记者 而且新华社这个记者 到底他盯烧的 这个媒体盯烧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觉得这个有两方不同的说法 但台湾必须要去正视 这一些我们以言论自由 来开放你驻台的记者 在台湾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们除了跟媒体之间 大家互相互动之外 你们有没有正式真的好好去采访新闻 还是根本就是中国的间谍 但你可以想见嘛 其实中国没有所谓的 有民营单位的记者 没有什么民营企业嘛 那台湾每一个人都被去假设 他就是要执行他的一个政治任务 那刚刚川哥讲到有一个非常关键 这是我比较忧心的地方 台湾这几年来 的确对于很多的媒体经营不易 所以你刚刚已经有点出他有可能所行使的方式 他们的电视节目现在形成几个样貌 第一个呢 我收视力本身好 所以我可以生存 另外一种收视力不好呢 我也可以生存 我靠的是网络的流量 勉强可以生存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政论节目 他可能在传统电视台的AC News 收视力不好 他活得好好的 两年三年四年 节目召开 主持人也都照用 为什么 因为他媒体方面 他在网络方面有流量 那第三种是比较惨的 你在传统的收视力不好 你网络也没有流量 可是他也可以生存 为什么他可以生存 有人去支持这样的节目 这样的支持节目是什么 那这很有趣哦 钱从哪里来 所以如果这一次有新华社在台的 铸台的记者 他去盯梢的话 而且他是 他的策略如果按照自由时报 所讲的一个样貌 他是模仿这个频道的 当红的节目的模式 1到5 这个当红的节目 在网络上反应不错 那我就开一个6日 6日 所以很显然 电视台应该是有收钱的 可以吗 那我现在想请问 NCC要去查 这个内部 矿拱一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有人说证据方面有一点难 但是如果真有此事的话 司法单位你可以点点点吗 你该不该启动调查 该不该去搜证 证据搜证 容不容易看你要不要办 但是金流的确有他的难度 来这方面川哥你怎么看 这个案子当然跟NCC 跟陆委会 还有文化部 文化部发证 那陆委会是看他来台湾的行为 跟当时申请的目的有没有相同吗 那NCC就是管这个节目 NCC管政论节目 管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是管很严的呢 我听过一个电视台的董事长 他在那个尾牙的时候 他说 你们那个政论节目新闻台 我也没办法理你们 因为我连问都不能问 因为我是董事长 就是说这个董事长连去 比如说你们这个政论节目做得不好 听说连这样的话都不能 就是说他不能介入到这种新闻的 制播里头 那 这个电视台刚刚小燕姐讲好 他说他就是 这个节目的六日版 假日版 那习惯收看一到五这个节目的人呢 他就六日就是还是转那一台 只是他换了主持人 但是来宾有一些调整 但是那个样子啊 那个样子就是一模一样 就很像 那所以这几天 那一家电视台自己跳出来否认 那那个节目也说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还说纯属虚构 问题是没有人说他们 就是说这个 这个平面媒体啊 有网路上有揭露 对 网路上有点名 但是这一个 这个纸媒上面并没有指是谁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看电视的民众他一定搞不清楚了 刚刚将军讲说他录那个凤凰卫视 其实在台湾看不到 我告诉你 在台湾看得到 真的 你只要去饭店 哦 对吧 饭店以前很多 就是一条龙 其实饭店你会发现 中天根本没有下架 中天活得好好的 而且中字的 媒体 我看有的 3D还找不到 民事找不到 但是很多的饭店 你就是找的一托拉区系列性的 中天系列的电视台 对 没有下架哦 凤凰卫视 这个东南 然后这个什么什么 东风 湖南 对不对 就去饭店打开都是这些 中风是台湾的电视台 台湾的哦 对就是 就蛮多这一些电视台 其实是看得到 就在台湾人如果去住一般 那但是他这些饭店很多是以前 中国一条龙旅游 来台湾的观光客的饭店 哦 所以你可能也没住过 没住过 他有一些饭店是这样 那 但是我要说 其实我这几年来住的 我也不认为是 是这一条龙的 可是里面一样 基本的电视台未必你找得到 台湾的 比较道地的说民事 三例 你可能找不到 但是中天电视台 哎 在我住的饭店里头 我不太相信 我住的应该是中国观光客 比较少了 还是有 所以这个饭店到底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人 你让我上架 我付费给你 应该是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觉得 搞了半天 原来中天是没有下架的 对那 刚刚讲说为什么这个节目 收视率不好 网路点阅也不好 也没有人抖内 他为什么继续做 那就是背后有金主 你就继续做 你就继续做 总有一天我会用到你 是 总有一天我会用到你 当大家要决战的时候 当这个有一个事件发生 当两军 这个媒体上对峙到一定程度 又多了一台可以帮忙 所以他们当然就是用这个方式 那你说这些来宾的这一个 不管通告费出席费 他还是照给啊 都没有问题啊 那他加码也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资金 对他们来说是小事 只是小事 只是说 我们一般正常的电视台的 争论节目主持人压力很大 制作人压力很大 每天看那个隔天的看 当天的收视率 压力都很大 可是这些电视台可能不用 或者这些节目的制作单位 真好 他也都不要 然后呢 刚讲说这个 这个中国的媒体的人 有没有进来参与这个制作 或怎么样 其实那种他也不用开口啊 就是在开制作会 跟制作人 跟主持人在对那些东西 他只要坐在那里 大家就会有压力 其实老实讲 你给钱啊 你下资源 你也不用笨到 被人家知道 你就是刑法社驻台记者 你就是国台办的人 你只要 现在很多嘛 用LINE遥控 电话遥控啊 我要点哪些来宾 这个来宾的哪些角度 事后呢 小君你可能忘了一点 传过去 哪些东西卡卡卡删掉 你可能忘了一点 他在监控的同时 他也被监控 你有没有去做这些事 他也被要求 他也是被监控的 但就是说 你说这些 这些这个 在台的这些记者 对 反正就是 还是要有业绩表现 中国派出来的记者 不会是记者 中国派出来的记者 他的身份当然 在台湾叫记者 在那边不是记者嘛 我以前在学校教说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中国学生 来那种短期的 一个月的 两个礼拜的 那也会来上课 那晚上我们也跟他们座谈 就说 你们怎么会来啊 你们什么台湾啊 有一天他跟我说 老师 因为我们是入党积极分子 我说什么叫入党积极分子 就他们要参加共产党 他们要先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就是要表现了这个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对我 不要对我的资料查得非常清楚 他说老师啊 你年轻的时候还蛮热血的 就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都会去走街头嘛 什么以前台独联盟 都跟着李应元他们嘛 就在走街头啦 然后跟警察冲突 老师你以前 可是在网路上 你这个资料普遍吗 容易搜的 当然不普遍嘛 就像以前我高中什么记一封信 到那个郑南总去 要那个杂志的那个东西 也是最近去年 人家才跟我讲说 我高中曾经记过这封信 我自己都忘记有记过这封信 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些人的资料 收集的很完整 所以你说这些来到台湾 比如说读书 短期来的 或者是说这些记者 他们身份没有这么单纯啊 他们 而且他们来 也不采访新闻的 我看他们的所有的新闻 都在台湾的风景区 风景区啊 风景区 那是探反民情 探反民情 然后呢 抓他们要的影像 跟这一个文字嘛 因为我们也常常受访 就是说 有时候有些很恶意的媒体 他就一直在旁边 一直骚扰你 然后让你要生气 或者一直讲 希望你讲出 他要的那几个字嘛 因为问了一大堆 最后只要那几个字 他说否认 就是说没有 他要搞这些事情 所以 对于这一些中国媒体 我是个人认为中国媒体 到台湾来控制这些 或者制作这些政论节目 我觉得是存在的 我觉得 其实中国也不用否认 你觉得NCC的态度 我补充一点 你知道在新台湾加油 我以前做政论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实在是很辛苦 其中有一点很辛苦是 写不完的报告 我老是给NCC说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当个邮差 你知道有人去检举 廖小君在里面的节目里头 批判这个 比如说李全教啊 迪亚议员啊 这个是不是有失功云 他就把他pass过来 那我就要开始写报告 李全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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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李全教当然告我 当然是告不成 我是全身而退 我说你是迪亚议员 后来认证你就迪亚议员了 OK 类似 然后呢哒哒哒哒哒哒 可能中央选区选举的时候 哎 这个去台湾加油 对 哦 用这个镇南宫 然后这个募资多少 这个数字啊 其实是有问题 我们就要写报告 一天到晚 这个里头呢 除了他可能会用司法 司法单位去控诉你 让你贫瘀 奔命去跑法院之外 其实NCC NCC是常常pass东西过来 任何民众的检举或单位 所以我们写不完的报告 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NCC啊你嘛 你嘛帮帮忙 就是真的帮大家 去了解一下 现在媒体的生态 以及被置入的情景 这是有引爆的 没有引爆在under table 拿钱金流知道不好查 但是就看你查不查 包括司法单位 是不是应该启动调查 如果内部的控管 呈现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说真的 你在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你 你没有办法发觉说 这个指令是来自于哪里 有些东西是觉得 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 那怪怪一查 你会发现 这个节目慢慢已经变掉 不太一样了 你有自己的监控机制 对于这些监控的机制 你如果要深入了解 我觉得是不难了解的 而不是轮尾像一个邮差 任何人结局 你pass给政论节目 让这个制作人一天到晚 都在写报告 然后司法单位呢 司法单位不应该启动调查吗 如果是有此事的话 应该要搜证啊 搜证来 因为这个人 这个人已经离境了 已经离境 你是匆匆离境吗 刚好这个节目两周前 也cross了 这是想东窗事发 所以消息走漏吗 是这样子吗 我们最近研究过就是说 这种境外敌对势力 透过这种媒体来啊 现在大概只有一个法 可以处理它 叫反渗透法 可是反渗透法 又要在选举期间 麻烦在这里 就是说你选举期间 收受了境外势力的 的现金或者是什么 然后来透过媒体来影响什么 这是反渗透法 那现在 这些中国的媒体来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 要弄到变成是法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NCC 可能对这个电视台有意见 叫他写报告 或最后罚钱 可是真正要 弄到这个记者 或者这个中国的媒体 其实现在看起来难度很高 因为他就差不多出事 他就走了 你也找不到他 他就照规定又再申请一个 我们的政府最多做到一个 就是说 你们这个媒体经常这样搞 经常这样弄 那我就不发给你 就是你这一家 我就不发给你 我觉得我们现在文化不可以做 你说执照是不是 不在经营的执照 不让你过来 我是说那个中国 你的新华社 OK 但是你不让他过来 他还是透过别的方式 别的方式在台湾 来做这些事情 你说要这个新华社的记者 进来盯上 那新华社记者不能进来盯上 那就换别人盯上 他就说政论节目牵扯到的人 其实蛮多的嘛 就是说制作人嘛 主持人跟来宾嘛 就这些人嘛 那其他都是工作人员 收集资料 摄影这些 所以就制作人 主持人跟五六位来宾 就大概十个以内 那这十个以内的人 他都很有可能控制到 就是跟我讲的 职棒打假球一样 他可以控制那个总教练 可以控制某一个球员 那球员不按照总教练的指挥 不按照后面那个人的指令 我就把你换掉 对 所以将军我有种感觉 台湾在地缘政治里头 越居为美日 非常重要的联盟 他的地位越重要 同时你会发现 中国渗透到台湾 是几乎无所不在 而且战略是越来越细腻 这个方向如果已经确定的话 您觉得台湾应该怎么去应用 我先讲中国 渗入台湾的媒体 甚至政论新闻界 绝对不是最近的事 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察觉到 以前我们沉溺在那个两岸一家亲 两岸文化政治都可以交流 然后就没有战争的那种所谓的 叫做阿Q式的和平 这样就不会打仗 所以以前就有 只是发觉不到 甚至有一些人是愿意被催眠 就这样子阿公对我们也蛮好的 蛮友善的 人民币不是也是钱吗 都可以用很好 可是近期来 因为中国在全世界 那个真面目被揭发了 被揭发了 从华为啊 抖音啊 连 比我们还要民主的美国 都在查 那你认为台湾 会不会有所警惕 开始有警惕 那你说晚不晚 只要开始都不晚 就怕不开始 所以说过去的时间 尤其是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 那一直被我认为是 台湾最危险的八年 因为差点就被和平统一了 大家只会说和平统一没关系 甚至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不排斥和平统一耶 他说你看 这个中国这么强 我们变成他的一部分 甚至有人跟我讲哦 他说他在那段时间到澳洲去 只要你说我是中国人 他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尊容 因为中国很强 我是没有去过澳洲 我不知道 可是他就把这方面的这个表达 跟感受带回台湾来 在我们那个同温层里面 铺天盖地的船部 就是中国好 中国强起来了 台湾一样骄傲 那是我看到的危机耶 那我想如果 那时候我还没退伍 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回去之后 我能把这些讯息 转给我的官兵吗 如果我转了 官兵根本就放下枪子 那我们还演什么 我们还演练什么 我们还演习什么 还什么汉光演习 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就好了吗 所以当时我是矛盾的 我是矛盾的 那当然我没有去转达 等到我退伍以后 慢慢发现 这种事情正在扩大中 不断的扩大中 那么如果没有 没有一个所谓的反渗透法 来压制它 这个事情已经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所以你说有中国的媒体渗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要去管中国人 管不到 就像中国人要管我们两个一样 也管不到嘛 我们也难以想象 媒体自律是很基本的ABC 是 怎么连媒体自律都做不到 因为有些 难道真的是人民币最大吗 你说对了 有些媒体 他必须要扩增他的资本 他在乎收视率的话 他就要调整他的民意走向 除非他不在乎收视率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叫我讲 你给我资金 而资金不要进入台湾 资金在某些媒体 在中国的产业我给你 你给中国的产业怎么查 他未必是拿中国资金 就是说这个媒体的老板 他在中国有生意 那我就这个中国就说 你在台湾也帮我们讲一下话 那我们在这里 要审批东西 我就可以给你 就给你优惠 所以金流 事实上是很不好查的 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如何 最好的方式 是找到台湾这一些媒体 有实际上 例如说有中国人在盯上 这个绝对有证人嘛 因为参与的来宾 并不是每个来宾都被买通 其实来宾是最好突破的 其实应该有很强大的 嚇阻作用 媒体经营非常不容易 一旦被发掘的话 一定要非常强大的 重办 一定要去重办 我举例子来讲 以前抓到退伍军人 变成共谍 都轻判个一年半 罚点钱 今年开始有人判20年了 这有警惕耶 这有非常严重的警惕效果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共谍 不会啦 学长都这样做 就算被抓了 罚个几万块钱就没事了 那我的收入是几百万嘛 划得来 突然间有人被判20年 还是夫妻一起被判 那你会让这些退伍军人说 这不得了 这犯法的 不是很多军人认为 我脱了军府以后 就跟脱家野马一样 你国防部管不到我 退伍会管不到我 政府管不到我 我就是自由的 那当有这种共谍被判20年以后 他会发现一件事 台湾虽然是民主 可是别忘了是有法治 是 你叛国是要被关的 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共谍 我们已经用反圣头法这样来办 对于未来媒体如果罪证确凿 真的抓到了 你真的是跟对岸勾结 来做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统战 这当然要重办 是 你只要重办一家 其他就会怕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所以媒体 就是说你去租媒体的摄影棚 他当然会说我只是这个空间 你讲到说那个华氏 我觉得原来搞了半天 最安全的地方变成是最危险的地方 你租 应该去查一下 华氏 你租给凤凰 你会不知道吗 2017年2018年 谁当家 后来大概两年前吧 消失了 两年前 如果你2011 你跟我讲是2017 2018 小菁姐你看嘛 那他可以存在这么久啊 在华氏大楼 他不是租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没办法运作嘛 租这个空间 要不要租设备 他可能用别的名义去租 要不要租 然后把这个logo一挂上来 变凤凰电视 搞了半天搞不好华氏 自己根本不知道 你租给的是凤凰电视 他知道他胆敢租给他吗 楼下警卫都知道 凤凰在酒楼 楼下警卫都知道 那工作人员呢 太离谱了 摄影大哥呢 摄影大哥是中国 也不会啊 摄影大哥就是台湾的嘛 所以你一定是有一个 连这个摄影大哥 连这些设备 都一起租的一个过程 你知道他们从来宾费 两倍跟相关人员 都是台湾的两倍跟三倍 所以很多的来宾 你知道吗 以前去上中天的 有些来宾呢 他就跟我批评 那基于有时候 我们节目就是要平衡 有时候是非没有办法平衡 不好意思 就是要平衡 他有一次退我通告的时候 他很老实告诉我 他说不好意思 我去那个 什么什么卫视 钱比较多 一个小时 他给他三万块 一个小时三万耶 那等于是十倍耶 我可能还是倍考核期 我给的钱跟其他公司是一样的 真的 我收的通告费一样 没有没有多 可能是 因为他那个 一个一个通告费 你是说你去这样的一个电视台 我的通告费是一样的 真的 就不是特别高 那其他人多少我不知道 因为他都是个人给 而且秘密塞给你 因为你讲 一个小时三千块 他给到三万块 没有你讲的不好 讲的不好 我还是 我都是一样都三千块 我没有多拿 对 用重金 重金礼聘这边的摄影人员 重金来吸引来宾 这是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我第一次看到 好感受的 一样都很感到 那里很滤 很棒 很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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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滤 很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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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像这样子 我会想做了 臺灣 臺灣 我沒有知道他們做食物 但我知道它是一個大型公司 我看到其他其他產品 臺灣 臺灣就是一個很有知名度的品牌 聽到臺灣是一種保障的感覺 我愛臺灣 我愛很疲敞 我愛很疲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